《大宝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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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Ravina 我今年27岁 我是一个药剂师 我在布森已经大概有了差不多9年 我今年就找了这几天去做 我就是《大宝神经》在星期三 我就全星期一 主要原因是比较少人 以前是可以 以前没有这样多人 现在越来越多人 我就觉得我比较难专心 其实ideally 我们就是要 在《大宝神经》 当天比较难 因为越来越多人 我开始的地点是 《大宝神经》 这是在达兰兰兰 从那边大概来到这边 大概有两公里吧 对他们来说 牛奶是很珍贵的 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 我们说几千年来 在印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食品 它需要这个牛来去耕田 然后它需要牛 就是生产牛奶 然后有奶制 所以大家可以喝奶 然后也可以把这个牛奶 制成各种制品 比如说我们说乳酪 或者是一些乳酪 一些就是酥油 节庆里面 我们常常会看到 有人把牛奶 就是放进这个烤瓦地里面 然后把它扛上去 其实意义之后 我们把我们很珍贵的东西 我们奉献给我们 我们的神 这样子的一个含义 好 好 那个牛奶跟那些拜神的水 讨到那个神的用力是 It's a way of planting him It's a way to satisfy the God 常常不只看到玫瑰花路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个黄浆水 我们看到野水 我们看到蜜糖水 像这些东西 其实对于一些印度人来说 他们觉得是珍贵的东西 因为其实它除了是奉品之外 它其实也是喂饱 喂饱农民 喂饱这些就是 普通一般人民的一些 一些饮品 饮料 食品 所以他们把认为珍贵的这些东西 供奉出来 就是一种圣品化的一个表现 After我还了这个愿 我的心情最重要是 我会觉得很轻松 我会觉得很轻松 我已经还了我的愿 那我也会希望 我明年也是平平安安的过